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喝到心痛 語言 法國都有語言 厲害 法國語言 中不中 中中中 中不中 嘩,現在大家開始爆了 爆甚麼 接下來有甚麼大事 展望將來 會否會回顧過去 追身語言 有甚麼好事 嘩,說到接下來 台灣會有一戰 有一戰 不是二戰,不是三戰 是一戰 究竟是怎樣 有甚麼新語言 一會跟大家研究一下 五大事未來 厲害 誇張 他的語言 現在 Donald Trump也懂得玩 Donald Trump也有語言 是啊,Donald Trump也懂得說 他說甚麼 他說他語言 是 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會在台灣發生 嘩 嘩 他懂得玩 他不幫忙 還在說一份 當然 他現在 玩這尾 嘩,好危險 大家 大家喜歡玩語言 對吧 對嗎 我就這樣說你不相信 語言 你也走 真的打台灣 是啊 但上次 都沒有打 沒有啊 現在都沒有 解放軍的殲十五 飛過 有一張照片 拍到美軍的驅逐男 大家好像好朋友 看不見花在空中 耶 你真是 那你怎樣 這樣是不是可以打呢 沒有 怎麼會 說到這些話 但那邊真的可以打 哪邊啊 俄羅斯的北溪天然氣管 會不會大爆炸呢 水底大爆炸的影響就未必很大 因為它是很深的水底來的 但是如果你現在 這樣 天然氣管突然間 穿了洞 有人就會覺得 嘩 是不是想找一些藉口 你都知道 舊時候 我們講歷史都聽得多 是不是 哪條鐵路啊 破爛了啊 等等 然後呢 穿了一些東西進來找一下 是 有多少這些東西啊 有的 大把 那你現在 找個藉口而已 又或者 你會不會全球的能源出現問題呢 到時候 你現在穿了洞 那條天然氣管 在哪個位置啊 就是 在俄羅斯接釀 接釀去德國的水底 叫人給了Like沒有 說完這裡就給Like了 那請大家給個Like 研究一下這個世界局勢 雖然 你的語言 未知是怎樣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 俄羅斯好像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了 為什麼白熱化階段呢 因為啊 有官員出來說話 俄國有些官員出來啊 啊 或者他有些 高官呢 就出來說話啊 就說 俄羅斯 是隨時有權 自己動用核武啊 防衛啊 所以你們不要在那裡 吵煙巴斃啊 我用這個核彈 打你們都沒得出聲啊 因為我說你們在侵略我們啊 這樣啊 嘩 嘩 誰在侵略你啊 俄羅斯 啊 講這些話呢 就是現在告訴你呢 他們啊 隨時 藉口啊 好像藉口已經拿夠了 我喜歡用核武就核武 我喜歡用什麼武就什麼武 任得我武 嘩 現在都是混亂的啦 裡面都是他們 另外呢 跟大家講一下呢 嘩 嘩 你 這件呢 都很奇怪的 現在 這個全世界呢 都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抓人 昨天我們說過 俄羅斯是抓了一個 日本外交官呢 就驅逐了他出境 他又說 間諜罪啊 在美國啊 又抓了一個 芝加哥華裔學生啊 就說他啊 為中國政府做間諜罪啊 嘩 做間諜啊 嘩 這個又是間諜啊 到處都是間諜啊 現在 對呀 到處都是間諜 哪有這麼多間諜啊 長江一號啊 就是啊 另外跟大家講一下 新加坡呢 收到炸彈威脅啊 飛機 是不是啊 炸飛機啊 炸飛機啊 新加坡立刻派空軍啊 出來啊 派戰機護航啊 當然啦 有什麼事不對勁呢 就射爆他了 嘩 很多新聞新聞 有段時間講 先講了呢 這位法國仙師呢 曾經呢 我們都講過的 這個 十六世紀預言家啊 被譽為神鬼宣知啊 他厲害的 他很多東西都預言得到的 有人就說 他啊 當然厲害了 這麼久之前啊 可以猜到 或者遇見得到 他一定是有些厲害的東西 你相信啊 你看到 實有人相信的 不是說我相信的 你相信不相信 等同一些 你相信你會自己發達的 有些人相信自己會發達 我不相信的 還沒到這個意思 我沒想過自己會發達的 是嗎 沒有的 哎呀 等同我會中落彩的 我一定會中 那就長期其買咯 人是有抱著一個信念的 就是一個信字 他們 這些 這樣的預言 是些什麼呢 厲害 接下來 這個 法國神鬼宣知 有人就說 解讀未來 2022年尾到明年 有些什麼會大事會發生呢 哇 真的 跟大家一起看一下 他 有人就說 這個先知 已經有 中了七成以上了 他之前那些原的東西 七成以上 是不是 那就看一下 接下來又會不會中了 第一件事 誇張了 會不會影響到我和你 為什麼呢 因為呀 他說 接下來 這個烏鵝戰爭 會影響到 引伸到台海爆發戰爭 已經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更加 連美國都會捲入在核戰裡面 哇 在接下來 可能今年年尾到明年 核戰這麼嚴重 你不出奇啊 我剛才說 俄羅斯那邊 都說隨時會動用核武 官方都說 我們明正言順的用核武 是因為你們搞我們 是呀 是呀 即是你不用理 出師有命而已 沒有說 拖壞地球 沒有人夠資格的 其實就 沒有 誰大誰惡誰正確 誰有核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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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誰 牙斬斬一點 所以 這位神鬼先知 就說 俄羅斯那場戰爭 隨時會拉到出台海 更加會 即是影響到台海 局勢 甚至乎 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 出現這個核戰爭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人類應該玩完了 是不是 我覺得是的 你玩到核戰 全球還有什麼地方是沒有感染的 你猜 俄羅斯放出核彈 美國也放 中國也有 很多地方都有 即是全球都有核武的國家 每人都放 人人玩完了 人人玩完 之後那些預言 應該不會發生 是不是 一個預言就夠了 就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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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這個 這個 這個預言家就說 除了爆核戰之外 接下來 人類有夢 登陸火星 不是吧 這樣 有什麼好奇 我覺得好奇 如果你爆了核戰 人類都沒有了 爆完核戰不會沒有了 一定死了一千幾百萬 幾十億人 會不會 但是那個 因為核輻射 分分鐘要幾年才沒事 這個地球圓形 一邊有事一邊沒有事 是啊 我以為你說這個地球 這個地球 炸法還可以圓形 人類是畸形的 人類是畸形的 不過怎樣也好 他說 除了有登陸火星之外 他說 明年 就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 什麼時代呢 新時代 不知道 什麼時代 不知道 時代廣場 他說 明年又 今年年尾到明年 將會有兩個大國 為世界建立一個全新的秩序 中國俄羅斯 會不會是美國和英國 不知道 不知道 任他們說 你喜歡 我知道 一定是 什麼 一定是 中國和俄羅斯 戰爭 又是台海戰爭 又是烏魔戰爭 還不是這兩個大國 不奇怪 其實想不到 你猜到的 你才知道 對嗎 他只是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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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這些就是所謂的 預言 明年 就沒有說有什麼 什麼 病毒 咦 沒有病毒了 大家可以去旅行 滑子 打到你 K型 也好 他放核彈 我上面坐飛機經過 沒有事的 那些人 照去日本玩 照去 泰國玩 隨便 這個世界很簡單 不過 Donald Trump 看你玩得這麼過癮 我也玩一下 預言家 Donald Trump 就說 明年 厲害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 可能在台灣發生 Donald Trump 吃著這條水 他就知道你 可能 那個印度神童 又或者 那個語言家 麥巴巴孟家 全部都出來說這些 Donald Trump 在他自己日前 參加過電視show的時候 他自己說的 他說 他覺得 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會發生的 地點就在台灣 或者在烏克蘭 烏克蘭在打 教中 田主教教中 也是 出來扯口水 你真是 他是在扯人家口水 因為 他見到人家玩得這麼過癮 當然 他會覺得 普京 可以隨時動用核武 因為到了這個時候 他說 你看 普京現在都不擇手段 不停徵兵 知道他已經 去到最後關頭了 最後關頭是最後一招 他這一招就是隨時動用核武 所以現在全球核武威脅是去到前所未有的危險時候 當然 Dolot Trump 現在又在說廢話 廢虎之言 他說他自己 廢話 我當總統的時候跟普京不知多好朋友 你看現在拜登搞到這樣一鑊足 那這個是事實呢 那也是的 他說如果他還是美國總統 普京一定不敢搞阿蘭 那沒有如果的 如果你先試粒息 是吧 你都下來了 現在說什麼都行 但是你看到那個局勢形勢 都是非常動盪、不穩 尤其是現在爆一件新的事情 就是北溪天然氣管 川耀龍洩漏 然後 之前俄羅斯就說要維護維修 所以就不停山水喉 就說不賣氣給你們 當然 這個叫做山水喉 維修就只不過一個 掛其名而已 做一個藉口 不賣氣給你歐洲 因為現在歐洲就暫在俄羅斯的對立面上 這件事 突然玩到真洩漏的時候 究竟是誰破壞呢? 有人就說 烏克蘭當然是說俄羅斯弄壞的 這件事就明白的 因為始終他們兩邊打仗 不賭你也緊的 但是今次 這個俄羅斯送去德國的天然氣管 北溪一號、二號 就發現 是爆炸、穿洞了 有人就說在波羅的海這個位置 究竟是誰破壞呢? 當然現在還未清楚 是吧? 其實 有人說到這些天然氣管 你要弄壞它 不是這麼簡單的 它本身那個氣管 就是氣喉 在水底裏面 你要頂得住水底的壓力 它們的鋼鐵一定是非常厚 而這個厚度是 基本上你就這樣 亢不亢不爛 是吧? 而外面還有一層 非常厚的石屎包著 所以是非常堅固內容 有專家就說 今次這個叫做天然氣管發生爆炸、穿洞呢 起碼是要人放炸彈下去才行的 那就是有人蓄意破壞了 那你今次覺得有人蓄意破壞 那究竟誰炸呢? 會不會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劇本呢 經常都說一早已經寫定 歷史那些東西不停在循環 那時候我們都聽過了 有幾多人 就說炸爛了那些橋 炸爛了那些東西 跟著就說要侵略別人 冠其名 唉 就做些這樣的事 現在 又有這樣的事了 那所以 你說之前那些預言家 影響到世界大戰這些事會不會呢? 有可能是的 那有人又覺得 到時候整個歐洲 哇!風雲色變啊 那現在過去那些就真的要小心點了 各位老友 真是 歐洲風雲密報啊 戰雲密報啊 俄羅斯現在都說了 我隨時拿核武出來智慧的啦 你不要惹起我把火啊 我真的隨時按按鈕 這位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偉傑夫呢 他就說 莫斯科絕對有權用核彈自衛的 那 他警告 烏克蘭 如果你出現大規模的侵略 危害到俄羅斯的存亡 他們一定會用核武去對付烏克蘭 喂! 是這樣的 反過來是吧 你真是說話真可愛 他說 就算你北約啊 你不直接參與啊 你背後參與啊 我都覺得啊 你們是有份幫花欄的 我隨時照顧你啊 哇! 難怪現在整個歐洲都放起來了 是不是? 面臨核戰危機了 這些東西好像調轉港那樣 是啊! 你喜歡調轉港就調轉港了 原來 是啊! 真是沒辦法啦 那你現在呢 連拉脫維亞邊境啊 都出現這個緊急狀態 由於俄羅斯頒布了緊急動員令 對於俄羅斯接壤的拉脫維亞政府呢 他們都說進入緊急狀態啊 因為隨時經一事再一次 烏克蘭上次都是這樣 被俄軍調了調了進去他們邊境的 唉……那你拉脫維亞又見你 哇!又搭朋友在我邊境一夕一央的時候 我不防你 防誰啊 所以這一次吧 現在大家簽筆密密布啦 距離…接壤俄羅斯的國家都非常緊張 波蘭那些你都不放啊 一定放啊 好了,讲完俄罗斯的新闻之后,就讲一下,美国政府就说有一个中国籍男,啊,华人,啊,就华人,啊,中国男子,啊,姓纪,啊,叫纪超群,啊,就觉得他是一个间谍,为中国政府做间谍,啊,不是,啊,我们看一下究竟他拿了些什么罪名先,美国芝加哥联邦陪审团裁定这位31岁男子,中国籍男子,啊, 纪超群,为中国政府当间谍罪名成立,最高判监十年,那他有三项罪名,第一样东西,为外国政府非法地在美国担任代理人,密谋,为外国政府非法地在美国担任代理人,以及向美军作一个虚假陈述,哇,是,他本身13年呢,就是一个学生来的,拿得这个学生签证之后呢, 入了美国芝加哥修毒电子工程,后来说他认识了一个中国籍男子,双方来往见面多次之后呢,啊,就,开头这个男人,啊,就,和这个学生哥说,我是大学教授来的,后来,原来这个,所谓的大学教授, 是江苏省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啊,那,在美国呢,就被人,现在就,就是,dap了,啊,那,那,怀疑他,涉嫌呢,就帮中国做间谍,这个就是美方的说法,嗯,是不是呢,哎,这个世界,怎么会没有间谍呢,周围都有啦,好,我们讲一宗,印度事件,这一宗印度事件,我们经常都觉得印度这个地方呢,除了有印度神童之外呢, 都很不先进,和很不文明的,有些位,你以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变形这么说的,有,是,那些剧你就知很厉害,那些神剧,肯定是吓死你,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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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呢,真的眼睛都睹了,但是,在印度呢,还有一些,很不文明,很不现今社会的习族的,在印度有一个十五岁,小朋友,他因为串错字,就被老师, 老师打死了,啊,为什么老师可以打死个小朋友呢,这些东西不是不行的,这华人师表,原来,在印度啊,他们还有阶级之分的,没错,四个总别,他们用名字去分,他们的阶层,原来这个小孩呢,他们属于叫,战民级别,奴隶啊,奴隶啊,是啊,奴隶级别的,那这件事呢, 那这个老师呢,就怀疑,因为这个小孩属于最低层的那一群,那就可以打死他,乱军打死了他了,这件事呢,在印度呢,的北方呢,就爆发示威了,就觉得,喂,你是老师来的,这个是什么年代啊,是吧,你还跟我说,有阶级之分,这些这样的,N世纪前的事,嗯,真是,报纸就说啦,因为这个老师,觉得自己是一个属于高级的, 人,对着一个叫做,那么低级的战民,是绝对可以打死他的,总之,这些东西呢,都是不要得的啦,这些东西,对吧,好了,讲其他东西先,哇,如果你被四十条恶月围住,你会怎样呢,我会咬他们,你咬他们,还是像猫一样拍他头,不停车他,兜手车他这个头呢, 哇,今次说一只狮子,厉害了,对着四十条恶月围住,哇,被人拍了出来,不愧是猛兽之王,有话,有话,有话,我要打四十个,狮子这么说,你又知道他这么说,在水中央有例,影一伤,这个画面呢,在一个肯瓦的动物园,有人就说,哇,厉害, 好神奇的音乐,不愧是猛兽之王,有一只狮子,竟然被四十条恶月,重重围困,被困于河中央,厉害,你猜这只狮子怎样去突破他自己,这个围困呢,这个叫做恶月镇困红尸,是不是红尸,我真的不知道,这只狮子有点料到,有点脑筋的,原来, 这只狮子,就站在一个,河中央,河马的尸体上面,哇,河马尸体,有什么可以咬死河马,狮子,他这么多鳄鱼,鳄鱼都可以,不是,河马是鳄鱼的天敌,那四十条嘛,那有可能是的,正所谓矮多生死长,这个狮子就站在一个, 河中间,哇,看到周围都顶着这个肺,好像我中了伏似的,踩地雷踩中了最后那个格,全部都是地雷,喂,四十几条恶月在那边看着看着,瞪着一只眼出来看着看着看着它,嗯,看到这个恶月大军,这只狮子呢,厉害,好帝,好像别人的高手,在山顶上面那些古时的古装片,很多,各个蹚蹚蹚蹚蹚蹚,囚在那边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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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转转转转,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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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看見獅子,他見到時機,馬上趁著那群鱷魚游得近的時候 獅子,不是獅勾公,是輕功 竟然踩著那群鱷魚,在凌空飛到岸邊 嘩,厲害 獅公水上飄? 獅公,可能獅那,獅那水上飄厲害 很多直擊著這一幕的遊客,拍爛手掌 就說,這獅子厲害,他可以踩著,簡直踩著鱷魚的頭 輕一點一點的踩過去,簡直好像踩著浮木 厲害,猜不到獅子這麼厲害,你試試被學員圍著 你還是踩著他的頭 我舉手了 你輕功水上飄也要走 想辦法走 有些事情不能走 遇到一個危險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危險的環境 在印度,有一個女生 很可憐 半夜二十多歲,這個女生 就跟家人吵架,發晦氣 離家出走 跟著呢,跟自己家人說 她說要在一刻夜中,找一條回頭路 回去她自己家,叫做梁家 但是,吵完之後 大家都擔心她 尤其是她老公的家人 雖然剛剛吵完膠而已 你夜媽媽,這麼年輕 二十多歲,在街上走 是很危險的事 何況那裡叫做印度 這個女生的老公 看到了,不行了 真的要出去救她 接回她 駕車出去 誰不知 就著 找到她了 老公跟她說說說話 突然之間殺出六個男人出來 跟著,搶完他們身上的東西 還要打她老公 嘩,打個老公不要緊 這幫 小朋友一見到 窮心未盡 悉心又起 見到,二十多歲 這個女生 她竟然故意 好像那些成人電影片的情節 對著那個男人 即是老公面前 輪姦這個女士四個小時 更加最後想 變態 最後還想輪姦完 四個小時之後 還想夾這個女人走 送去第二道 被人姦 嘩,你真是離了 全姦,你前世 真是 真可憐 那女生也被人夾走了 但是她呢 後來 在途中 看到一個警局 於是大聲呼叫 嚇到呢 嚇到呢 嚇到一個人炒車 最後有附近的村民 看到呢 就制服了 這群匪徒 強姦 好,做得好 做得好 再報警了 厲害了 這些事情 所以 吵架歸吵架 吵架 吵架 不然呢 出事了 嘩,真是的 一吵架一衝出去 死人 被人夾走了 輪姦四個小時 神經病 你吵架就被人輪姦四個小時 任性 你這個女人的地獄任性 就會被人任意性侵 真是可憐 另外新加坡呢 剛才說到航空 嘩,接到這個炸彈威脅 大家可能會 嘩 嘩,那我還過不過新加坡 嘩,一單半單而已 在哪裏的 一艘美國三藩市 飛去新加坡的航班 突然之間凌晨時段 出現這個炸彈威脅 嘩,嚇到呢 當地啊,立即派了 一兩部F16戰機呢 護航 因為啊 當中裏面有個 有個乘客呢 就說他自己啊 Hand carry 行李裏面有炸彈 嚇到大家 嗯 鼻孔無辱 那警方一落地呢 就拘捕了這個人 見到呢 你裏面 炸彈 當然是假的啦 是吧 並且說到這個男人呢 有襲擊了機組人員的事件 其後 就他 違反了 新加坡 那些叫做 規例啦 所以呢 這件事啊 告訴大家 有時候 不知道啊,這一期的人 很有趣 好像 太久沒出過醒那樣呢 為我獨尊 搭飛機現在變成為我獨尊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給那兩個錢好像包包閉那樣 是啊 大家是不是很久沒搭飛機呢 我真的很久了 你沒有 遺禁品你 不能拿上機啦 何況你這樣跟別人說 你擺明是薄拉的 你炸彈喔 是吧 你說你 鴨蛋你都問誰 有炸彈你也是薄拉的啦 這些不發分子啦 那怎會有炸彈呢 其實接下來新加坡也有些大型活動啦 這個世界越來越誇張 那邊又說準備行核武 法國的神鬼先知啊 跟你說 欸 來緊的啦 打的啦 那大家 這次見到天然氣管村 準備 升級了 所有東西都 看來整個歐洲陣營怎樣對他 俄羅斯方面怎樣部署呢 會不會先發制人不讓他按核彈 而KO了這個普京呢 見他粒粒亂的癡根 我覺得這個 可能性都很高啊 是吧 你見他 嘩你自己弄爛一條頭 想瘋我們啊 你知道的 這些事情 很難說得罵 因為始終歷史 經常都有不停重重覆覆 看來這個 今年年尾到2023年呢 都是一個不穩的局勢來的啦 那如果大家移了過去 歐洲那邊呢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自己安危啊 是吧 不要 看到不對路的 就要閃了 因為 你來拉脫維亞那些 可能來波蘭 匈牙利那些都危險的 你怎知道 普京 會不會真的三十幾萬 都在你家門口 然後準備踩個街呢 這些 都是要看回 接下來的局勢 那至於會不會去台海那邊呢 我覺得這個機會少些 是吧 為什麼呢 我們大家都是想和諧而已 不同那邊那些 普京那些 經常都要講 講打講殺講核武的 是吧 是你這些 西方主義社會 經常都說那些 經常都惡 懶是德國惡字 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呢 留意一下 接下來的局勢 會不會影響到 真是被原家 一說再說 還是被Donald Trump 說中 有這些事情 好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一次再說 Bye Bye